世界上最聪明的八大品种猫 第一名你猜是谁 第八名 波斯猫 波斯猫很挑人 对它们认可的人 波斯猫是很配合训练的 对于不认可的人 就显得胆小敏感 如果你家波斯猫不搭理你 不是因为它迟钝 只是懒得理你 第七名 日本短尾猫 日本短尾猫会陪着主人看电视 喜欢坐在主人身上 还会陪你上厕所 洗澡 以及在门口主动迎接你回家之类的 你可以训练它一些简单的指 比如过来 出去 拿东西 第六名 苏格兰哲耳猫 苏格兰哲耳猫天生有软骨病 不见一味也 但是苏格兰哲耳猫却有很高的情伤 它们自己的痛苦会默默忍着 对主人的喜怒哀乐却十分在意 会在你不开心的时候温柔地陪伴你 第五名 仙罗猫 梅老板的经历非常旺盛 不加以训练的话 它们能把家拆个遍 但是训练得好 它们也能学会捡东西 机长等动作 甚至还能带出去散步 第四名 巴黎猫 巴黎猫其实就是仙罗猫的长毛版本 它们跟仙罗一样很调皮 精力旺盛 但是同时 也可以训练得像狗狗一样乖巧 捡东西 散步不在话下 此外巴黎猫还特别擅长爬树 如果你养了巴黎猫 一定要准备足够高的猫爬架 给它锻炼跳跃能力 第三名 豹猫 养豹猫的家一定得大 最好有个院子给它折腾 要不然它每天在家翻箱倒柜 开灯关灯 能把你折腾死 豹猫是非常精力充沛又淘气的猫 拆起家来一点都不亚于奶牛猫 不过它们基本能听懂人话 再加上临时的辅助 很容易学会各种小技巧 第二名 梨花猫 梨花猫很聪明 但是训练不好的话 也很叛逆 它的聪明可能会用在偷猫粮 开门 打架等各种事情上面 让你哭笑不得 也有那种聪明又听话的梨花猫 干什么事都会先瞅瞅主人的眼色 抓老鼠的业务能力一流 除此以外还很贴心 你生病时会来陪着你 简直就是来给主人报恩的小天使 第一名 阿比西尼亚猫 阿比西尼亚猫据说是 埃及神猫的直系后代 长得跟仙罗有点像 但是更加圆润 阿比西尼亚猫非常懂得察言观色 很认住 它们只需要看一眼主人的脸色 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牵出去遛的时候 也不会乱跑 会乖乖跟在主人身边 这样一只优雅又听话的猫 谁不行动呢 唯一